总要人问 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晚结婚了 千百个人中有千百种可能 依然会被网易云热评中的这段话打动 我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 但是也做好了将来哪天可能会闪婚的准备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晚婚不是不结婚也不是不想爱 相反因为足够爱和尊重才会更加慎重 婚姻本就是一场选择 选对了一路畅通选错了步步为营 爱情是荷尔蒙的冲动 婚姻是沉淀下来的相处 想要长久的爱情就要在一开始的选择上 严格把关晚一点慢一点挑剔一点 保持着宁愿独身也不能将就的态度 在一个恰当的时机选择一个对的人 携手共度余生 今天的音乐诊疗索栏目 书想与大家分享一首李宗盛的晚婚 当你对婚姻和人生产生困惑时 不妨听听这首歌 希望它能让你摆脱焦虑 活出自己该有的样子 总有人说 年少不懂李宗盛 再听已是曲中人 青春年少时 面对那些不懂的歌词 很难想象以后的生活该如何 人到中年时 方知他的歌里唱出了人生百态 诉说着发生在你身边的 每一段故事 曲中人散 这个胡茶大叔 坐在台上 轻松地演绎着晚婚 却唱哭了场上的无数人 在寥寥若是非得分 心相约谁都不许苦唱 他能不能 能不能 他能不能 我能不能 到了一定年纪 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声音 该找个对象了 该结婚了 该生个孩子了 一旦没有在既定的时间下 完成这个所谓该做的事 就会被人贴上各种标签 于是乎 你开始焦虑 慌张 急切地想要踏上 别人安排好的路 可别忘了 生活是自己过 人生要自己选择 在中国新相亲的一期节目 一位女嘉宾让我印象深刻 她外表优雅 独立知性 事业更是如日中天 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可如今 34岁 相亲50多次 都没能顺利脱单 不仅如此 在节目的最后 经过深重思考 她依然没有选择任何男嘉宾 退场的时候 她送给了在场的 所有姑娘一句话 我们不是剩下的 我们只是不想伤害对方 不想委屈自己 之所以这么努力 就是想配得上未来的她 要知道 从来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只有想要结婚的爱情 就像李宗生晚婚里的那句 我从来不想独身 却有预感晚婚 来这世界一遭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没想过一直独身 可知道爱情不是那么容易 只是做好了不将就的准备 我羡慕在刚好的年纪 早早步入婚姻殿堂 享受两个人的幸福生活 也享受三十岁的年纪 依然独身 等待那段 想要结婚的爱情过程 不给人生设限 才能享受下一段旅程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恋爱 而是带着责任的日常琐碎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你还没有能力 为对方负责 就不要随意结婚 因为一辈子很长 遇到一个错的人 比孤单更可怕 前段时间 桃桃离婚了 回忆这几年的婚姻生活 桃桃不禁感慨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在双方 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就早早地结婚 桃桃和老公 是通过亲戚介绍认识的 两人刚认识不久 家里就张罗着办婚礼 那时候 双方就总是会因为 意见不合而争吵 筹备婚姻期间 在彩礼前 装修房子上 两家人也闹得不太愉快 可桃桃觉得 自己年纪不小了 两个人相处 也没啥大毛病 就将就着办了婚礼 婚后没多久 桃桃就后悔当初的草率 老公中日酗酒 对待工作不求上进 整日浑浑噩噩 低水平的收入 连家庭日常开支 都应付不来 不仅如此 老公更痴迷于游戏 不上班的时间 都是在家打一整天的游戏 家务不干 家事不管 为此 两人矛盾逐渐激化 整日争吵不休 本就不稳定的感情 瞬间崩塌 桃桃本以为 婚姻能给自己带来 安定的生活 和温暖的陪伴 却不曾想 婚姻带给自己的 只有唇枪舌剑 和怨恨烦慢 北京遇上西雅图里 汤卫饰演的文佳佳 与老公结婚后 曾过上了被别人羡慕的人生 理想中的大房子 花不完的钱 限量版的爱马仕 可到最后 他才明白 自己的内心是空的 这段婚姻 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 他开始追寻自己的生活 做起了营养师 享受独身的闲暇和愉快 不再患得患失 靠自己的努力 过着踏实的生活 曾经觉得 两个人的生活 胜过一个人的孤单 后来才明白 低质量的婚姻 不如高质量的独身 婚姻追求的是 两个人相处时的幸福感 不是别人觉得的幸福 更不是随便找个人的将就 有人说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让你变得更好 反而患得患失 那么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婚姻有婚姻的温度 独身也有独身的美妙 独身的你 也可以在贩卖黄昏的傍晚 煮一壶白茶 听一首音乐 品岁月如歌 独享 现实安稳 就像晚婚礼唱的那样 身边有好多像我的人 生活也过得很安稳 我们拥有灿烂的天分 拥有自由的灵魂 若不能两情相悦 倒不如孤独终老 听说 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都是一双一双地捏 然后一双一双地 撒向人间 落下人间时 有的人离得近 便成了青梅竹马 及早地步入婚姻殿堂 有的人离得远 便会相隔万里 踏着山川河流 来寻你相伴 你要相信 自己从不孤单 总有个人 会来到你的身旁 或早或晚 何西曾问过三毛一句话 你想嫁给什么样的人 三毛说 看得顺眼的 千万富翁也嫁 看不顺眼的 亿万富翁也嫁 何西道 说来说去 你还是想嫁个有钱的 三毛看了何西一眼说 也有例外的 何西问道 那你要嫁给我呢 三毛叹了口气说 要是你的话 只要够吃饭的钱就行了 何西说 那你吃得多吗 三毛小心地回答 不多不多 以后还可以少吃 于是 三毛等到了何西 何西爱上了三毛 然后他们携手 度过了人生 最美好的时刻 好的感情就该是这样 志趣相投 三观一致 我欣赏你的独特 你懂我的言外之意 等待本身就是一场爱恋 因为足够值得 你爱吃的那家早餐铺 不是每天都开 回家的那班公交车 不是你一到就恰巧停在哪 适合你的那个人 不是睁开眼 就在你面前 万事变动不息 但不要担心 家门口的早餐铺 在某个早晨 总会营业 你搭乘的那班公交车 在下一个时间点 总会到来 属于你的那个人 会在某一天 踏着七彩祥云 来到你面前 适合你的人 会在你需要的时候 刚好到来 适合你的人 会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天气 让你怦然心动 一切都是刚刚好的人生 在那之前 你只需静静等待 就像晚婚礼的那般态度 我在等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长久的婚姻 只有静等才会花开 最后 愿所有的婚姻 都能如电影 《圣者为王》里 金世杰扮演的父亲 对女儿说的那样 他不应该为父母亲结婚 不应该在外面 听什么风言风语 听多了就想着要结婚 他应该想着 跟自己喜欢的人 白头偕老的结婚 昂首挺胸的 特别硬气的 憧憬的 好像赢了一样 今天的音乐 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书友们的收听 又是一个 令人愉悦的周末 我想你一定 享受了悠闲的时光 不妨在此 听听这首歌 感受每一段旋律 品读每一句歌词 等待着 唯一契合的灵魂 听完后 可以在留言区 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这半年的生活 或者 你有喜欢的歌曲 也可以告诉我们 音乐诊疗所 每周一期歌单 温暖你的耳朵 我们下周日 再见 再聊聊 若是非对分 先将约谁都 不许哭 撑它 能不能 能不能 让你 让你我擦去 忍伤之分 让你擦听完 全部传闻 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那答应不回 我不作声 它能不能 能不能 它能不能 我能不能 它能不能 我能不能 它能不能 我又能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